黄毅身穿裸色漏肩短情出席慈善展览 他透露最近在广东惠州拍摄电影《东城西旧》 因为要掉钢丝所以弄到手脚都有伤 在戏中他饰演莫文卫的同学兼好友 但后来勾引了对方的父亲钟振涛而成为后母 但是该片的导演是喜剧鬼才刘振伟 所以黄毅相信出来的效果应该会给大家不少惊喜 导演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拍摄的灵感刘振伟导演 然后给了我很多新的尝试新的演法 让我的整个人好像都很放松 都好像重新开朗起来了 我这里面就是有点神经质的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性格放开了去拍刘导演的戏 你就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反而是如果说你很紧绷的 你永远演不到他要的那个东西 所以刚开始我也好 Karen也好 陈奕迅也好 都被导演调得很厉害 大概都二三十遍 还不过 要不就换了换了之后 又重新再拍 改天再拍 但现在我们慢慢的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 然后都进入到角色去 所以这一点还是很好的 很棒 除了东城西旧之外 黄毅也加募了杜琪峰指导的《高海拔之恋2》 并和古天乐 郑秀文演对手戏 由于此片的拍摄地是在高原香格里拉 黄毅不幸地沦为病号 也是跟古天乐的Semi 也是再度合作 然后到了那边 他们很厉害 他们都没有高原反应 然后我有啊 我就有流鼻血啊 然后就拉肚子啊 还有的人就是 组里面几乎一半人都倒下了 毕竟是在高海拔三千米嘛 但是那边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以至于我们在那边 那天晚上我跟那个浩龙 陈浩龙 两个人要跑步 还要跑那种很陡的山 然后我们根本就跑不动 跑到跑两口就已经气接不上了 差点要弄氧气罐 今年黄毅街拍的电影 几乎都是香港导演指导 除了以上两部影片之外 之前还有耳东声的《一路有你》 还有麦兆辉 庄文强的《窃听风云2》 大片一步接一步 似乎已经走出了去年闪电离婚的阴霾 虽然工作上有所喜色 但是黄毅却无意找人谈情说爱 没有啊 真的没有 我现在手上 手上也在嘎着气 然后还有别的事情 很多事情要去做 包括还要来做公益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 没有感情也很诚实 相对于黄毅的激情工作 同场出现的谢婷婷 则是事业爱情两不误 而且在媒体强烈的态舌灯下 她的家庭生活也很大程度的被曝光 最近嫂子张博之跟陈冠希和好如初的新闻闹出罗生门 连累到一直不问世事的谢婷婷也不断被疲劳轰炸 幸亏婷婷脾气好 要不早就跟媒体翻脸了 这件事我不太清楚 真的才刚刚才知道 那因为那个situation 我的position太方便去多说 所以也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很久没见她 有两三个月吧 所以她的事我真的不太清楚 搜狐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